其实到后面就真的剩的不多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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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是的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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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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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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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这个伤害差距太明显了 而且也是让TT这边 失去了自己拿龙魂的一个机会 阿威在这场 也断掉了TT去控龙魂的想法 而且这场比赛 其实阿威的大龙的利用率 要比上场比赛好很多 对 高多了 你看那条龙一拿 也是因为前面经济积累的够 两条高低被破 接下来对于TT而言 兵线的处理上会有一定压力 但还好飞机加卡莎 处理兵线没那么难受 是的 卡莎的装备现在 三件套也是补上来一些 就只是说将将够看吧 但你跟EZ比的话 差距还是有啊 就点对点落后3300呢 是的 落后一个大剑呢 远古龙也已经刷新了 现在其实RV可以做一些 关键资源上的设计啊 正面团他们还是好打的 这个其实对于TT的压力就更大了 因为兵线要一定要先处理好 不然的话就会像上一局RV一样 对 而且这会对于TT他们也深知啊 这波团可能是决定本场比赛 走向的一波团 最关键的一波团战 所以兵线的处理方面 精准弹幕探压草的位置 盖伦跟静波在做一个缠斗 但芒僧在往下靠啊 没有做更多深入的追击 夸夸 要先抢一下中线 周周这下包刷新了 但是现在没有时间回去拿 麦斯的主动发难 找的是一个前排的牛头 维新在旁边的 身边有个爆炸球果 但牛头依旧被打了个半血 隔墙 小白要试一脚吗 优锐的血量也没有那么高啊 小白有想法 但Z有双招 有三技能的情况下 他的生存保证是有的 而且下路的兵线 中路的兵线都不好 飞机还是抽空回去 捡起了自己的炸药包 但RV也听到了这个消息 所以选择先占一个武龙的位置 先行去打这条龙 打得很快 王苍得去拼城啊 打龙的速度很快 剑魔吸血鬼卡这个爱跑 小白还原来进不了场 第三段再比较走位 一脚TT两个 卡莎先倒了 龙贝拉脱了 战场一分为二 芒僧倒地了 而正面 也是RV的大获拳手 TT完全是走不掉的 这样的话 打对面只剩下一个 维心 维心能不能走 第三段 爱意利人接闪现 其实现在只要拖住维心就行了 是的 正面 RV要一波结束掉比赛了 让我们恭喜RV 将比分 搬至一比一平 恭喜RV 这把从BP的调整到游戏的内容改变上 是非常非常棒的 也是这样的改变 帮助他们拿到了一分 是的 这场比赛 其实RV也是 其实RV